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算好的资料来去分析 例如说我这边我想用一个很特殊的数值进口成长比对 这边稍微拉宽一点 针对请点 首先请点这个表格 然后接下来把这个整个栏位宽度稍微拉宽一点 我们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叫做进口去年比较成长 请按住它拖曳到最前面 请按住它拖曳到最前面 就是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你有没有看到有什么-14.8-1.4-8.6-1.6%-13.6% 那这到底在算什么 首先你要知道说它本来今年的进口值是19个百万 去年是22个百万 它是不是减少了减少什么 14.8% 其实它计算公式是这样子 去年 因为我们是一个比较 是一个比较 所以是去年跟今年之间的相减的关系 然后再除以去年 可以吗 就是很多公式都是这样算的 好 那我们要看的一个基准是 以去年的那个值当作是基准 所以我们会拿今年 今年就是本期减前期 然后背前期来服 大概就是这样子一个简单的概念 去算出这个值 这样大概没有问题 所以算出来这个值之后 你不可以直接呈现给老板看 你看哦 -14.8-1.4-8.6 老板看不懂的 老板只要知道说 那到底是成长还是衰退 对不对 你给它太多资讯 反正等于没有给 好了 那我还是要讲一下我这边的一个计算 我的计算其实还蛮简单 你不要看它写的这么复杂 其实这是主要的 就是现在的进口的值 现在这一期的进口的值 减去什么 减去前一期的值 这是前一期的值 就是刚刚这边有算的 去年进口总值 可以吗 我稍微把它放大一点 我把它改成 各位知道if吗 if 好 所以这是第一个参数 就是我刚写在白板上的 我刚刚写在白板上的这个公式 就在这里 从这边开始 就是本期的值 减去什么 去年 这一段全部都是去年的进口值 然后被谁来除 被去年的值来去除 对不起 这边写错了 你们不用干 什么事情都不用做 因为公司已经帮你写好 只是我觉得你听懂观念比较重要 也许你会觉得前期怎么写这么长 前期里面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单字 叫做 这么长的一个 相同的期间 去年 可以看到吗 这是因为它很长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大概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呢 我们现在要去做视觉化 然后... ision